WASD加 键鼠映射教程之 射击模式片 内容涵盖瞄准键 小眼镜和视野灵敏度 为了方便讲解 我们先开启显示指针位置功能 点击右侧工具栏的键盘设置 然后在键盘设置左上方 设备 找到显示指针位置 点击一下就好了 开启显示指针后 可能会卡顿 所以实战前必须关闭哦 开启后 鼠标在屏幕中滑动 屏幕会显示滑动轨迹 方便我们测试 我们现在以和平精英为例进行讲解 首先 进入游戏的操作设置 这里会显示大部分的键位位置 然后 我们进入键盘设置 我们关注优错的射击模式 勾选后 出现波浪键 波浪键就是用于进入和退出射击模式的 在波浪键上 鼠标右键 或者点击射击模式里面的设置按钮 可以进行详细设置 这里有大家最关心的视野灵敏度 X代表左右的灵敏度 Y代表上下的灵敏度 数值越大越灵敏 这里除了灵敏度 还有是否有边界 边界的范围 灰中岩石等等设置 后面会在相关的部分再进行讲解 我们先保存看看实际效果 点击波浪键 进入射击模式 这样就可以滑动鼠标来控制视野了 通过调试 慢慢找到合适自己的灵敏度 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 是否有边界和边界范围 如果设置有边界 鼠标滑动超出边界 我们会自动规中 这里的边界就是以中心点为圆心 边界范围为半径的一个圆 单位是屏幕的宽高的百分比 规中也可以设置一个岩石 单位是毫秒 我们可以看到 鼠标超过了边界范围后 就会等待规中岩石设置的50毫秒后 进行规中 我们试试取消边界后会怎样呢 点保存 鼠标滑动到屏幕的边界后 虽然轨迹还在往外滑 但是游戏的视角并没有再移动了 无论怎样是都一样 但是 其实有些游戏是支持无边界的滑动的 比如这款叫Free Fire的游戏 我们发现它是可以响应超出屏幕的点 仍然进行视角的移动 你可以清楚看到滑动轨迹超出屏幕了 视角仍然在跟随转动 接着说下规中岩石和平精英支持规中岩石设置成零 这样可以减少因为越界规中产生的卡顿感 小眼睛也就是自由视野 点击射击模式里面的添加自由视野 然后把配置一个键位 我们习惯用RLT键 然后我们把这个按键拖拉到小眼睛这个地方 右键进入详情 这里也有类似波浪键的设置 这里就不啰嗦了 进入射击模式后 鼠标现在控制的视野 当按住RLT键的时候 鼠标就变成控制小眼睛了 完美实现小眼睛功能 最后自由视野有一个特殊的用途 比如Free Fire这款游戏中 按下开枪键后 移动开枪键 可以进行瞄准 我们添加一个自由视野键 键位我们设置成用鼠标左键 然后我们把这个键位移动到开枪的位置上 进入射击模式 当我们按住鼠标左键后 移动鼠标 开枪键也会跟随我们鼠标移动 进行瞄准 这就是WASD加射击模式部分的教程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大家喜欢 自由视野锭 ХIO 熱热 踵 感谢观看